欢迎回到万门大学日语课堂 我是刘苏曼 这节课咱们讲五十音图第十行 Wa行 这一行的辅音写成罗马字是W 只有两个假名分别读成Wa O 按理说这个好像应该读成Wa 但是Wa这个音现代日语已经不使用了 直接读成单元音O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它和第一行的最后一个音O 发音完全一样 只是写法不同 注意用法当然也不同 这一个假名它不会出现在任何单词里面 只起语法的作用 大家以后学到著词就明白了 跟我读一下Wa O 如果想要读出舞拍来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第一行的其他原因 放到这里来读成Wa I U O 好了听一下录音 Wa O 这一行的第一个假名读成Wa Wa 平假名来自这个汉字 和平的和 Wa Wa 写出来两笔构成 左边的这个样子 我们已经在不止一个平假名当中见过它了 还记得另外两个假名是什么吗 一起回忆一下 第一个假名呢 是向内拐读成Ne 第二个假名是向外拐 拐杖很累读成Le 而这个我们也来联想 它特别像一个孕妇 好一个孕妇 胸肚子特别大 有娃娃 Wa Wa 肚子里有娃娃 Wa Wa 好了动笔 Wa 经常用来做感叹词 Wa 看这个表情 Wa Wa 的片假名来自同一个汉字 写出来 两笔构成 Wa Wa 好了动笔 这一行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假名 读成O O 注意虽然它是Wa行的 但是这个W已经不发音了 除非在有一些歌词里面 为了特别强调才会发出Wa的那个音栏 平假名来自这个汉字 远方的远 O O 好写出来非常的扭曲 三话构成 O O 有的同学会把它联想成是一个人在跳绳 有的同学把它联想成一个人在做瑜伽 无论你是怎么联想的 你都要想这个人在跳绳或者做瑜伽或者跨栏的时候 会发出这个声音 O O 好了动笔 O的片讲名来自这个汉字 在乎的乎 写出来 一 二 两话 好了动笔 猜猜看 这三个词里面哪些汉字我们可能会读呢 和时 和 和 和解 和 和 中和 和 和 因为这一行只有两个假名 所以来源的汉字也很少 大家不要嫌弃啊 和读成 和 下面跟我读两个形容词 第一个词 大家都很熟悉 写成汉字是可爱 最后跟着一个E 表示形容词的标志 读成 kawai 三调 低 高 高 低 好 这个 E 连在一起的时候是读长音的 kawai kawai 好可爱啊 好了 来看一些视频 ka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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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初めて 動物に愛情注射 感情が芽生えた 動物に出して 可愛い はい 笑って おお いいですね おお いいですね そのまま そのまま おお いい 可愛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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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どうぞ 見て 可愛い 椅子 可愛いね 可愛い でしょ 可愛い 以後 我們看到可愛的門物 就可以大膽地誇 可愛い了 比如 這是我家的兩隻鳥 可愛い 可愛い 好了 下面這個詞也是一個形容詞 寫著漢字是詳細的詳 意思是詳細的 特別了解的 讀成 可あし 可あし 三調 低 高高 低 可あし 最后的這個詞 最后的這個し 也是讀成長音的 這個詞 也可以一秒鐘 記住它 你想 要對一件事情 知道的非常的多 了解的非常的詳細 你肯定要去苦苦的挖掘 所以 苦挖 可あ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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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兩個詞 再跟我讀一下吧 かわいい かわいい 可あ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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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夠把這兩個假名 準確的打出來 雖然 第二個假名 它已經不讀成我 直接讀成 我了 打字的時候 仍然要打 WO 不然它會和第一行的 O 混淆起來 好了 再跟我讀一遍 わ お 這一行就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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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